好 大師兄其實也很辛苦 在他這個正職青春年華的時候 結果爸爸中風 聽說都在你照顧 其實也不能說是我照顧 是我媽照顧其實比我多 那我兩個妹妹也不是不顧 是因為 愛妮卿 應該是說當時他們有更好的發展 因為我是一個大學 就是普通大學 那我也不知道畢業以後 要做怎樣 什麼事情的人 我妹妹是從小 大概國中就開始想賺錢 高中就建交合作班 他們那時候就做美甲 然後做美髮 他們有自己想發展的東西 那相較之下 我是一個好像不能說可以犧牲 是我比較願意去顧我爸的人 我會覺得說兩個妹妹比我有出席 因為我家一直都是女生 比較有出席的家庭 就是我媽媽是寡婦 帶五個小朋友起來 我媽媽是嫁一個吃喝 就是很會鬧事的老公 然後依然兼三份工作 帶著一個家起來 我兩個妹妹是國中畢業 所以就沒有念大學 高中也是念著哩哩啦啦 然後就是為了工作 對 所以我家都是 一直都是一個女性為主的家庭 了解 所以那個時候 我覺得說 我應該是可以去照顧爸爸的 所以那時候就選擇去照顧爸爸 照顧爸爸 這個很辛苦 據說爸爸護健病不認真 我那時候覺得他不是很認真 就是他一開始生病 是半生不遂 那時候是剛好在家裡 就倒下了中風 中風倒下來 那送醫院 因為我家是住在桃園 他送醫院第一家送過去的時候 那醫院跟他講說 你這個很緊急 可是我們這邊沒有手術房 沒有辦法立刻開到 就真的沒有辦法收 然後就送第二家 第二家也沒有 第三家也沒有 第四家終於收了 等到第四家的時候 已經不知道過多久了 對 那時候 那時候 打到一塊 對 那時候醫生就跟我講說 這個還好啦 這個醫起來 應該是還可以走 還可以動幹嘛 可是醫完之後就半生不遂 對啊 就這也不是 沒有預料到的事情 對 那據說他護健的時候 他會拿球去讓牽涼 對啊 他都 我那時候覺得他很皮 那時候有時候推他去那個 復健的病房 經過那個護理室 他會用手去摸人家屁股 他半生不遂 他一半可以動 一半不能動 他有活力 他摸完那邊講 他是左邊還是右邊 他左邊不能動 那就是右手 對 他每次 他摸完護理室回頭 就瞪著我 還以為是我摸著 我爸還會假裝手舉不起 他真的很皮 他會餓 去回頭 嫁禍於你 我就覺得 這很累 有時候就是我 特地請假大家去 然後他又不認真 但是他是生病前就這樣 還是生病之後才這樣 生病之後 所以我腦部有改變 對 我那時候因為很恨他 我就覺得他已經害我 前面那麼多時間 等到他生病後還這樣 那個復健師叫他拿球丟籃子 他拿起球 看到對面有一個在復健的阿伯 他往頭上去丟 他臉上去丟這樣子 我以前去講座的時候 很喜歡講這件事 因為我就覺得 我讓人家知道說 我爸就是一個 他在生病前 給人家帶來麻煩 生病後也給人家帶來麻煩 有一次我去高雄榮總演講 講完之後一個醫生跑過來 我旁邊跟我講說 你有沒有想過你爸 那個時候失智 我那時候才想到說 對耶 因為我也是有康務執照的人 我也照顧很多失智的老人 可是那個時候 我沒有辦法把我爸的行為 跟失智做聯想 是因為我那時候太恨他了 我就覺得你就是會添麻煩 你就是我們家的亂源 但是無法去證實他有沒有失智 但有可能 我覺得很有可能 因為他都是一種那種 我覺得他就像剛剛大平講 他也會有一種至尊 就是他只要在家裡沒有穿尿布 他尿尿的時候 他會很緊張 他會很羞愧 他會不知道怎麼辦才好 他還是有這種感覺 對對對 他還是有這種感覺 所以我還蠻能理解那種 那種想法 因為我那時候在醫院照顧人 我們最常看到的 就是老人家很多 他們不願意傳尿布 因為那個是他們尊嚴 最後一道訪先 就他們寧願一直按鈴 叫你大家去上廁所 那你太慢他又在那邊 罵 快一點 快一點 快點 他們快憋不住了 那時候常常跟他講 其實你尿布一傳 什麼問題就解決 可是老人家就是堅決不肯 奇怪 那個尿布 對他們的內心 大概很衝擊很大 那像你這樣跟你們爸爸 他如果大號 小大號 你把他切他會抱歉 我覺得他那個時候 應該是不會 不會了 前面 前期真的有感覺到 他好像有點羞澀 可是後期就真的沒差了 就開始放肥自我 所以就覺得已經 已經沒有辦法改變什麼了 那你幾歲開始照顧爸爸 我那時候二十幾歲吧 二十一 二十二吧 照顧幾年 前面四年半生不遂 後面四年只會八年 哇 真的好長一段時間 我覺得八年對我來說 是很大的恩詞 就是他可以讓我感受到 長照的痛苦 可是又不會讓我拖太久 因為後來發現我爸是五十一 五十二中逢的 那拖個十年二十年的太多了 對 那我自認為沒有虧待他 我就是照著 該怎麼顧就怎麼顧 所以那個時候 你爸爸活到六十歲 差不多 差不多 對 你覺得那個八年是個恩詞 你要不要照顧大米的爸爸 你還要過錢 講到這個 今年過年前有個朋友找我去照顧 他爸爸兩天 過年前 因為過年前請看我很難 他爸爸就是突然間就是跌倒 然後受傷這樣子 我就問我那同學 因為我已經很久沒當看護了 就問我那同學說 他到底要怎樣的照顧 他說你只要就是 我爸爸想上廁所的時候 帶他去上廁所 然後他吃飯也不用顧 你就在旁邊看著他吃 不要讓他夜到就好 那他喜歡看報紙 就買報紙 然後給他聽聽廣播 陪陪他幹嘛 我說那你這也很輕鬆 你就自己顧就好 他說真的沒有辦法 帶他爸爸去上廁所 真的沒有辦法 就帶著他 然後把他脫褲子 把他擦屁 沒辦法 他沒辦法 可是我已經不當看護很久了 因為我腰也不好 我就跟他講說 那我可沒有辦法幫你 他跟我講說兩天 大概八千還九千吧 我腰突然好了 突然間我可以去做 為了錢而折腰就對了 對 現在可以 我覺得這個行情OK 因為那時候我當看護的時候 十幾年 沒有十幾年前 有十幾年 那時候才兩千二 整天 兩千二 很奇怪 我們對自己的長輩 有時候會不好意思 我們對長輩要把錢 只是抱歉 長輩要給我們錢 把錢也抱歉 他壓力會很大 對啊 壓力會很大 請問為什麼 因為我們認識 認識的時候 我們比較容易有羞愧感 那其實反而不認識 然後他是他的工作 就是看護 那反而你會覺得 他就是照顧你的人 那你比較不會在他的面前 產生那種羞愧 難為情 尷尬 不好意思的感覺 因為我以後還要跟你相處 所以有些時候 那個尷尬是來自於未來 我們還要相處 內幕畫面就會一直 萦繞著 就是照顧的那個過程中 所以其實我真的覺得 請專業來照顧 不管是以當時的照顧品質 還是事後大家相處的情感 都會比較有幫助性 那二十二歲的年輕人 你等照顧到三十歲 其實二十二歲 幾三十歲 代表的人都簽青春歲月 對不對 出遊 交女朋友 這個聚餐 拼事業 那你那八年 你會對自己會很 就是心情很壞嗎 鬱悶嗎 就我覺得那時候想法是拖一天 就是一天 那其實有很多時候都想 我直接想要在當天 就把這段關係結束掉 就是用我自己的方式去結束 這個強行去結束那關係 我那時候算是壓力大 因為我就覺得這樣 你很想自己把它瞭結 你爸生 對 然後我自己也瞭結掉 我就覺得兩親 兩親 就像很多社會新聞 我之前也是遇到一個 他照顧他媽媽二十幾年 他拿枕頭把他媽媽悶死 後來他自殺沒有成功 然後送到殯儀館來 他在門口外面哭 經過的每一個人都說他是孝子 非常多人都說他很孝順 他真的對他媽媽非常好 對 那他就在旁邊一直哭 因為他是沒辦法 他已經沒辦法了 可是你照顧多久的時候 才有那樣的興趣 其實在他半生不遂之後 就是大家植物人之後 半生不遂的時候 我們照顧他算是還好 那是多久 大概五六年吧 大概五六年 顧了五六年 開始有那種想法 因為他那時候半生不遂的時候 其實我們家也算蠻高興的 因為我爸如果他可以走的話 他會去外面賭國欠錢 他突然間不能動了 我們家突然有一種 他以後好像也不會去借錢 那你會產生那樣的心理的時候 會有一種罪惡感嗎 當時沒有 當時真的是覺得 我爸這樣躺著好像真的比較省一點 真的 就 你爸怎樣 這樣躺著好像真的比較省一點 因為他外面摸一條路 幾百萬 倒不如說他躺在哪裡 不是我說你要瞭解他的生命 會有一種罪惡感嗎 沒有 我覺得是解脫 就是對我好 對他也好 因為他 他那時候植物人 末期 也不是末期 他那時候植物人的時候 他其實會暖縮 他會抽筋 他整個腳會這樣縮起來 所以我爸到最後他是 我後來在冰衣館才發現 我爸其實是身體 如果直直的放進去 棺材是關不起來的 因為他的腳暖縮很高 他腳空起來的 棺材的蓋子會卡到他的腳 他身體已經是側的 才能放進棺材裡面 所以我爸其實是會抽筋的人 那他抽筋就會表現在他的手上 他抽筋的時候 他整隻手會一直抓 然後這個身體會揪起來 所以他手上的指甲 會一直刺他的肉 所以他手會流血 他上牌的牙齒很痛 他一直咬下牌的嘴唇 他嘴巴會流血 這麼嚴重 對 所以我每次看到他 我都覺得他好痛苦 為什麼 我要這麼努力 去維持他的痛苦 我就用我所有的精力 所有的錢 去維持在他身上這樣喘 那時候問我說 是不是孝順的人 我不敢講 我看著我爸兩隻手是血 兩隻嘴巴都是血 我不敢講我孝順 我只說我就是 當一個大家期望我當的人 就是讓我爸活下去 你會覺得人生很沒有希望嗎 我那時候有 那時候就覺得 因為什麼都沒有 只有一個談在闖上的爸爸 對啊 那 所以剛剛他們 就是大家再討論一個話題 就分一產的問題 我覺得我家是一個很好的家庭 因為我爸什麼都沒有留給我們 自然大家都很團結 不會吵架 你沒有我也沒有 沒有資產所以不會這個 真的 新聞娃娃娃 有YouTube頻道囉 請大家搜尋新聞娃娃娃 或者掃描QR Code 也可以按下訂閱鈕 開啟小鈴鐺 請大家繼續分享